我们回答一下1308海峰国际 它是未有货在手的 它就说可不可以收集呢 前景怎么看呢 因为看到 第一海峰昨天早上出了一个营起 就说中期顺利就按年增长1.4倍 还有看到昨天普遍航运股都有不错的升幅 你又怎么看现在的海峰值不值得买入呢 海峰就承认是相对是基本面比较优秀的 还有那个是所谓的运费或者整体的业绩弹性相对比较强的一个企业 它那个盈利的level margin 或者是派息 整理的所有东西一定是优秀过1919的了 一定是优秀过1919的了 1919只不过是特别是内地股民是最喜欢二行的 其实是论营养素质、分红、前朝历史的角度是其实最差的 老实说当然它比那些266或138好多 但是其实没有人是将1919是和其他两只对比的 人家一向都是1919对比同行的 你要对比那些集装商货运指数为主的股票 亦是对比海峰或者是316 其实你三只对比就一定是1919是最劣的了 第二好就是1308 我说的是盈利能力是最强的 只要运费不是跌太多的 去派息怎样都会派到非常夸张的企业 那就是东方海外 所以东方海外你发觉其实是很强劲的 你会发觉其实它回到这样子之后 其实它现在是天天 鬼鬼祖祖地升上去 阴你不觉的 它是向上升的 我觉得应份的 倒回来我觉得366其实向上升 其实是应份的 因为它真的派息会太过离谱 它会太过离谱 就算你说运费会下跌的 那可能也是下年的事 这个比较明显 而且只要不跌得过度跌出的情况之下 其实366仍然赚的钱是赚得非常之多的 它派息每天派到 仍然是很瘫的 所以366最近成为了 所有航运股里面 是斗跌了 不要紧 跌完之后哪个弹得最劲 或者一个图形 整个结构都属于最顺的股票 始终也是316的 核心的原因 就源自于在这里 所以我会觉得 正常航运股来说 不理相对高低位 高低位是技术的学问 还是以数据的角度 就应该366排第1 海峰排第2 199就最无端了 就应该这样分析 你刚才说 那个航运板块 你就会这样排 316始终的问题 就是它入场比较高 它多少股票 我也不知道 十几万 但是这个行业前景 你也觉得还是OK的 因为大家未来会担心 就是那个 运量的增长 会拖累那个运费 其实运费已经在拖累 这是事实来的 所以整体板块里面的 前景 我会相对来说 会觉得 比较中性 甚至对于弱势的 航运公司 一定是悲观的 因为运费 在demand supply 双重夹击的情况之下 运费注定是下跌的了 而且也颇有信心地认为 今年年初运费的高端 就是整个大型航运周期的顶部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求运费 不要回落得太夸张 不要以前好像很久世纪那些 波罗的海指数 由昔日 2万点跌到300点 都够胆死了 就是那个index 这个点数 运费只要不是回那么多的 就算你借回可能四成或者一半的话 对于航运线是相对比较稳感 或者业绩控制成本比较好的企业 好像东方的这些 仍然都是赚得多的 因为其实它赚得近这两年 它赚得多到不合理 多到它现在的股价 就算是250元 那个股价是很惊人的价格 如果你幻想 运费永恒都是这样的 这个价格的话 你使用股票 你持有场的 你真的会发达的 因为它现在当幻想 虽然我觉得完全没有可能的 但是你幻想它真的原来 每一年都是赚那么多钱的话 其实你是买一只两倍PE的股票 是 而且它的自由业金流是这么大 它现在是 有些股票老实说 一倍PE都没用的 一倍PE都不派息给你 那不是就是废的 是吗 他的问题是不是的 他是派很多息给你 这个 变成就是说 只要它的盈利 其实就算是倒退一半都好 你想想一只股票 两倍PE的股票 它倒退一半 它都是四倍PE 其实仍然来说 都是比股票便宜 最重要是 比股票便宜得是有息派给你 所以都可以完全解释到 为什么航运股里面 东方外始终是最强的 就是1919相对有很高 是回三四成 令到内地的投资者 损失惊重 其实是人家这样做 万事皆有恩 看看你能不能分析到的 是 好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